不要麻煩,可能同意,不要不能理解就是这个YM 实际上就是算完年之后剩下的月 算完年跟月之后的天,算几天 所以其实刚好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如果要算精确年龄的部分 主要就是利用什么?利用这个Y,YM跟MD就可以了 Y就是算出他几岁 YM就是剩下来几个月 MD就是剩下几天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先算出年 然后后面公式直接改个参数就可以 所以做法的话,第一个我可以什么 这个地方一样,不能用插入几岁数等于 这个要自己打 Date if 然后瓜葫 跟哪一个日期,前面日期是算生日 逗点 跟哪一天比跟今天 今天的话呢,自己打一下 Today 小瓜葫要加一下 逗点 逗点 比什么呢?比他出生到今天为止几岁 加个Y就可以按个打勾 好,这个人47岁 然后呢 后面呢,有几岁 所以几个月又几天的那个字串要加在 因为47要放在N,第一个 后面要串个字串 所以我的习惯是什么? 把这个字串先复制一下 然后复制到哪里呢? 复制到这个公式的后面 所以AND 字串的话就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 贴上刚刚那个字串 有没有 他47岁,N个月又N天 好,出来 但是呢,这个N跟这个N 应该要改,这个N应该改成YM 这个N应该改成MD 所以我们再来的话,其实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公式先复制起来 放到这个N的位置 不过这个方法我习惯的 先把这个公式复制了 第二个的话呢 把这个公式放到这个N 那有点像之前那个VBA的做法 有没有 VBA是什么? 放个I在里面嘛 就是双引号双引号 移到中间 再AND AND 移到中间 那之前是放个I 不过这个地方是放一个什么? 放个公式 所以直接把公式贴上就可以了 其实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就是放一个公式进来 然后记得怎么样? 把这边改成YM 打个勾 这样就剩下的月份 他47岁 又三个月 没错 因为现在应该是三个月 5号,刚刚好 所以呢 理论上应该后面就0天 所以后面的话 再把这个N一样 选起来 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 AND AND 再移到中间 再把公式贴上 然后呢 不过你会发现公式太长了 所以最右边有一个箭头按下去 它可以让这个公式的编辑区可以放大 OK 然后这边把它改成MD MD OK 然后打个勾 我看一下 结果应该就出来 有没有0天 没错 等于是刚好 他出生到今天为止 47岁三个月 又0天 底下的话 当然向下填满 放开 结果 就 全部做完了 OK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刚好有这种需求的话 你如果不会Dedive 说真的的话 那真的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但是会Dedive的话 其实这个事情应该相对的简单很多 请各位试一下 特别主要 这边主要先算出它的税数 再把这个字串贴到后面去 把里面的N改 把这边改YM 这边改成MD OK 就可以算出 所有的年纪 当然这个后面如果你要把它再加一个VBA的话 跟各位讲一下 VBA 那VBA的话呢 后面我是希望怎么样 可以加两个按钮吧 比如按一下 自动把这个放到这边来 然后另外一个清除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VBA的写法 我们前面讲过 不就是丢公式 你甚至可以把这个公式丢到这边来 OK 那再一个清除 另外一种是怎么 想想看VBA里面 有没有可以取代Dedive的这个 类似的函数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VBA里面 有类似的函数 但没有这么好用 所以这个地方恐怕 我们还是用丢公式来完成就好了 所以怎么丢公式呢 其实前面有讲过 一开发人员 二的话呢 你就插入一个什么 一个SAB 那个SAB的名称的话 我这边有了 其实就是丢公式 就是实际上把那个 就是写一个年龄跟年龄清楚 就这两段 那主要是什么 一样跑回圈 回圈范围就是 for i 等于15到19 然后呢 后面就是丢公式到H栏里面 H我看是这个H 所以丢15到19 所以呢 我们 大概第一个 把这个VBA打开 那你要加那个VBA的话 记得按右键插入个模组 然后把这个程式写上去 因为这个前面都写过来 主要是关键地方在这里 丢到哪一个位置 特别是要等于什么 等于空的 那就把公式怎么样 放到这里面来 但是放之前 前面有讲过嘛 你第一步 一定要先确定 这里面有没有双以后 如果有 要把它变两个 第二个的话 就是它的列号 15 一个 两个 三个 所以特别是 三个要把它改成I 那把它复制 第一步的话 一样 先把它贴到记事本 然后做取代 这动作其实 固定SOP吧 你也不用把它想得太复杂 OK 差不多取代 然后把这个公式 直接就贴到那个VBA里面 贴到这个 这边 双以后里面贴上 第二步的话 看一下它的列号 列号有15 有没有 15 那就改成I 改I前面讲过了 双以后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移到中间 再加个I就可以了 然后and符号前后加空白 然后把这个 双以后到双以后的东西 因为后面还有15好几个 把它复制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 把它盖过就可以了 这个做法前面有讲过类似的 你以后只要 照着同样的方法来做 基本上 我们VBA就完成了 做完之后的话 一个年龄 一个清除 所以我这边来试 这边空间不够大 我干脆先插入一个按钮 按钮的话在这边 这个叫年龄 那一个你要年龄清除 OK 复制 把这个按钮加上去 然后这边的话一样 我习惯复制这个按钮 然后把这边 再按右键修改 它的指向的是清除 然后把这里面的按钮 再把它更改 好 按下这个按钮 就是 啪 这个范围 出来了 里面是丢公式 清除的话就把这个地方清掉 OK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主要是利用那个Dedif 里面的YM跟MD 然后串接这个人的实际年龄 那后面的话 因为Dedif 在VBA里面 没有 几乎无可取代 所以怎么办 我们刚才丢公式算 试一下